大家好 歡迎回到《望向編輯報》的節目時段 今節有我許傘 另外還有我們的義德台仰 大家好 請記得幫忙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現在內地的朋友來到香港 好像不願意花錢 或者經常有什麼窮遊 又有什麼特種兵 我發覺究竟是否我們誤會了他們 是否誤會 香港大家都知道 給內地任何一個地方 那個消費都是要為之貴的 內地人來到香港基本上都預算了 在香港的洗費是厲害的 但是你明知道洗費這麼厲害的地方 都要下來香港 而且現在是流行 以最低的開支遊覽香港不同的地方 看來是否形成了一個很奇特的風氣 這個風氣他們覺得這樣才算是型 是嗎 很大劑 不用花錢是不行的 他們覺得越花得少錢 越在香港可以遊走得越久 就證明到你越型也叫做越勁 就是覺得一個這麼貴的消費城市 你可以用一個這麼便宜的方法 可以叫做遊覽 或者叫做逗留久一點 所以現在變成在那裡鬥 就越鬥就越 花費少 甚至連那些賓館也不住 覺得那些不是吧 那就不型了 是不是 你為了要省錢 或者為了要 繼續留在香港要住這些賓館 變得好像委曲求全 不如這樣 我們拿個帥袋也好 拿個帳墨也好 甚至乎 我們就這樣鋪一張東西 鋪一張煎也好 睡在香港的街頭 你想想 我們看到一些照片 大家就會開始明白了 你看到他們 對著一個 維港的海景 風涼水冷 是不是 亦有香港居水馬龍的車聲 凌晨有一個電單車 一聲經過 當你午夜夢迴驚醒的時候 再看一看 一片大典兒 零碎的燈光 再看到這個維港的夜景 你想想 那種型 簡直是型到核爆 是不是 是這樣的 糟了 每個人來到 一個先都不用 然後 甚至乎 去一些的餐館裏面 拿點熱水 沖一下杯麵 那又一餐 以最低的消費 游進香港 那對香港的經濟 沒有什麼幫助 其實有 又或者他們是不是 對於過去的一種 內地的文化 的 不滿 的一種反抗 可能他們也覺得 哎呀 那些真是很討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那些什麼 討厚金 那些 好像不再流行 大家 都是 沒有這些 你看到他們的衣著 甚至乎 會在廟 那些 下來香港 又要買什麼 錶 又去那些 尖沙咀廣東道 排隊 進去 Chanel Cucci 排隊那些 他們行經都廟 我們看到那些照片 那你說 是不是真的 我看到其中 有個年輕人 你會看到這張照片 有個 內地的青年 我不知道他一身的 衣服 是名牌 還是假 還是真 還是什麼 大家可以不妨留言 因為我看到他背著那個 男生 他的手袋 為什麼好像Chanel 那條帶 你會看到他坐在 尖沙咀海旁 買了那盒餅 其實那盒餅不是很便宜的 其實 是貴的 買這麼貴的 代表他是消費得起 但是 就是不租過酒店 是要睡街的 搞什麼 所以他就這樣說 勞肅街頭 他又覺得 人家覺得 為什麼這麼慘 但是慘得來 又可以買到這些餅 在那裡吃 很有型 實實在在 暴走了七天 喜歡 天黑後的香港 哇 很有型 我也不會說 是不是 有一種 憤世 窒族的感覺 還有 有一種 類似 美國的 稀皮士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有一種 逆流的感覺 現在 簡直是 有些人 擺了小紅書 有些 整個 小帳幕 躺在裏面 這個 應該是哪裡來的 機場 還是 車站 還是 這是什麼 這個又像車站 紅磡站 還是怎樣 我不太認得路 不要緊 有些人也教 怎樣擺一個小帳幕 在裏面 哈哈哈哈 厲害呀 我們又不可以 只是笑他 可能你說 這麼窮就不要來 但你看他的照片 他有 深度也有角度 我們 也是那句 你會看到 有一張寫著 香港國際機場 機場過夜 你看看他 在那個帳幕 黃色的帳幕 他自己 應該躺在帳幕 他再拿相機 拍攝外面 嘩 那種好像 坐井觀天 在想 外面的世界 究竟是怎樣的 我看到這個世界 只是這個洞 不要緊 哈哈 我有我的洞 你有你的天空 你覺得我窮 你覺得我陰窮 其實一點都不是 那種 那種的直靜 和自我的天地 你想想 香港國際機場 這麼大 你可以將自己 融在這個小小裡面 嘩 那種的抽離感 嘩 爽 是的 有種 明白了嗎 有種叫做什麼 以天為皮 以地為直的感覺 嘩 真是精彩 其實沒有幾天前 我們也看到 有一些 不知 內地的旅客 準備了一個睡袋 他說 要試一下 睡香港的天橋底 天橋底 還要睡 天橋底有很多地方都不能睡 因為有那些 三尖八角的東西 就是防止別人 露宿的 不過始終也有些地方可以的 用心找一下 據聞現在比較流行的就是睡尖沙咀 這個網問 我不知道那個位置哪裡來的 不過那個天橋底的位置 對不起 認不到了 他就說 你看看 配合那些文字 你只看 這個人 買了 人仔40元的睡袋 這樣就來到 香港天橋底 他也很貼心 我提醒大家 最好 買了這個 碎箭 和眼罩 怕石屍的地 很硬 有碎箭 就會舒服一點 我家裡有一個睡袋 露營睡覺的時候 你睡的地 就算草地也不太舒服 你把箭放在這裡 夾扁也不太舒服 他就這樣說 不要緊 40元就可以睡這麼多天 附近又有公廁 他這樣寫很帥 游基 我在香港 垂橋洞 你想想 他那種的隨性 真的很帥 他這樣寫 一時興起 想試試去 香港 垂路邊的可行星 拼多多 買掉 要一個40多元的睡袋 直接沖 很便宜 不要想那麼多 不用 用完睡完 免得回家 直接扔到垃圾棚 這麼便宜 這個睡袋可以用完即棄 不要扔掉 萬一這些朋友不要 就給路邊的街友 多多睡袋 冬天的時候 可以暖多一點 也可以 因此新一代內地旅客 來到香港旅行的新模式 有一些還會住在酒店 其實我發覺市場真的很兩極煩 我看到 去澳門 那些內地朋友 捨得洗到你瘋了 但來到香港 他們就要這樣才夠帥 糟糕了 不斷地縮 真奇怪 型的不是縮 去澳門就型 在香港就縮皮洗錢 但是也是型的 另一種型的方式 叫做 其實他們是不是 每個人都這麼窮 這個我們就不得已知 是不是 沒理由的 瘋了 你這樣 睡覺 你是不是真的窮成這樣 你窮成這樣 你為什麼要下來香港 老實說 所以我不認為他們是窮的 不認為他們是消費不起的 他們真是純粹 可能就是給這些小紅書 或者抖音 炒作成一個風氣 就是要以最低的成本 就在香港遊覽 要窮遊 窮遊 這種看法已經在內地 都成為一種風氣 都未定 我不知道 我相信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單止在香港影響 甚至乎連內地不少的旅遊 都可能出現窮遊的情況 我覺得會是這樣 或者來到香港 就特別有挑戰的成就感 就像是上當年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可能透露了我們的年紀 你們兩個老餅 什麼電波少年 記得嗎 就是這樣 成功了 我們去香港 七天都花了很少錢 七天花了一千元 都不用 每個人都會這樣 這樣 有些是離譜 那個背面也好一點 我看到那些誇張得 直接打開袋面 倒一些熱水 可以不可以的 辣的 這麼辣都可以嗎 哎呀 辣穿的 不要 我也不知道 看到這麼瘋了 也有 不過 那些人 搞到 周街睡 周街城 現在 又說好客知道 趕他們又不是 不趕他們 搞到整個街頭 烏煙瘴氣 但他們又覺得自己 很帥 不過 整班都打了地鋪 例如 看到有一張 就說 香港街頭 仿佛是難民營 細環海濱走廊 發現滿地地鋪 以為 誤入流浪人士聚集地 原來 話說他們看完什麼 國慶登展 就嘟嘟嘟 走過來這裡 那種感覺都挺 既神秘又美麗的 那些 有些人 在箭上沒有人 坐在旁邊的地方 又看到那個 丁九橋 還是青馬大橋 嘩 那種感覺很帥 好像 日本台場 彩虹橋 睡不著 或睡得不太舒服 然後躲起來 一旁就看著彩虹橋 一旁就再聽 幾十年前的 牧村拓哉 和叢龍子 所拍的戀愛世紀 嘩有水晶蘋果 都拿出來了 簡直 真是不妨不愛 Fujernovation 是不是 什麼回憶都翻出來 真是瘋了 那怎麼辦呢 其實香港 被人覺得 尤其是內地的朋友 如果你主打 是內地的市場 你一旁叫什麼 好客之道 什麼人人做道 那些事的時候 其實我不需要你 有什麼好客 我有我的態度 關你什麼事 是不是 你不要阻礙我 又不是只有窮遊的友仔 來香港 也有些會消費得起 給得錢 捨得花錢的人 他們都需要 有一個 很好的服務 所以我個人就認為 好客之道 都是有用的 尤其事實上 不少香港人都覺得 香港本地的服務 那個 態度 很多人的態度 都是 一般的 所以 好客之道 可以繼續提倡 不過 既然遇上這些窮遊 你都沒有辦法 都不是 可以選擇的 是不是 客人不能夠選擇 你不能夠 拒絕這些人來的 他們可以來的 就來 你想怎樣縮減 他們的消費 沒問題 這是每個人的選擇 所以 有些人還在說 其實挺奇怪的 例如 如果你猛追求的量 就不看 什麼人 或者 你找到什麼 質素如何 還是怎樣 如果 自由行 打開大門 人人都是客人 你沒理由 你來到香港 你帶了這麼多杯麵來的 幹嘛 你打算在香港不吃東西 走 走 現在香港不歡迎你 你回到內地吃杯麵 你不可以這樣 你不能這樣去選擇 其實沒辦法 最大關鍵就是 令人覺得有種對抗性 或者覺得 小紅酸裡面看到有些朋友 可能在香港種一服 又說吃米芝蓮的燒鵝 就很酥 酥到要 硬點那些甜酸醬 怎樣才能吞掉整隻鼻子 然後又說 哪裏哪裏都好吃 可能口味不習慣 這是一件事 然後有些人又說 原來香港白飯一碗 都要15元 又要再加一 又要再茶戒 弄一碟花生 酸菜 給你 未開始吃 已經打40大板 已經打到 屁股都腫了 很多朋友都會拍這些出來 就覺得你好像 你不傻 不愚蠢 是不是 你看看我 我買一盒這些餅 多有型 我看到那盒餅 可能300-400元一盒 我試過一口是好吃 我買來 我坐在街頭吃 嘩 那種型 我都不懂形容 哈哈 這樣 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風氣 你坐在街頭吃 是方便的 有時候又有 好像坐在 維多利亞港海旁 有個美景 而且有些海風吹過來 真的感覺很上 很輕鬆 其實香港 你說要窮遊 也有很多選擇 我看到新近 這個海X竹店 說晚上10點後 就快閃限定 10元一碗竹 嘩 真是 那麼好啊 是啊 當然 哈哈 他要去吃宵夜 做兩碗 8點就宵夜了 這麼快 當晚餐 頂多一會兒肚餓 他說 艇仔粥 皮蛋瘦肉粥 菜乾排骨粥 南瓜 粟米肉碎粥 到10萬碗 如果內地的朋友 你想想 晚上8點打後 然後再做一碗 艇仔粥 搖搖搖搖搖 吃完艇仔粥 再在海邊露宿 感受一下那種海水的味道 再回憶起剛才的艇仔粥 嘩 簡直 營到核爆 你看 一晚 只需要10元 蠻好啊 再去 麥當勞倒熱水 如果半夜肚餓 那些24小時的麥當勞 就用熱水 沖杯麵 再去碼頭吃 嘩 喂 簡直 就是這樣 你再放在小紅書 獲得大家的瘋狂點贊 你想想 這就是 形成的世代 是不是 這樣才認得起 都挺有趣的 不過我相信 這些風氣 都是一層層的 希望 不要太長久了 最怕是形成了 因為形成了這種文化 就慘了 如果變成迪士尼 我們接下來看一看 迪士尼 海洪公園 安平三六令 或者日後這些地方 那個情況 會不會有些收入 那些下滑 還是怎樣 如果是就糟糕了 我最怕的是什麼 會不會有人徒步 由東涌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安平市集 省回安平三六令的錢 這樣認得 是不是 有都不奇怪的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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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運全香港都未定 是不是 我們到時就看一看 這個風氣 就是大家你的歷史 我覺得已經成風了 好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